昨天起受到封面通过影响 的确是有带来一波比较强烈的对流降雨 不少水库也启动了人造与作业 但像是新竹的宝二水库 这个雨水最后只增加了32毫米 石门水库更是只有进涨了20毫米 对于汉象的解除完全没有帮助 气象局虽然预估到了礼拜五会有东北季风再度增强 但届时的降雨不会有这一波如此明显 周南部天气更是不受影响 所以不少水库的蓄水量都持续拉紧爆 趁着封面通过云层移入 新竹宝二水库在6号下午5点多 燃放宴祭人工增雨 通过时间点石门水库也展开人造雨 就是希望帮水库解解渴 但宝二水库仅有32毫米进丈 石门水库更少 不过这却已经是去年11月以来最有感降雨 已经很久没下雨 整个山都非常的干 所以说第一天的雨水几乎都是被山跟树吸收掉了 所以通常这种下雨都要到第二天第三天才会开始进水 干枯土壤吸满水分 但水库进丈仍旧少得可怜 石门水库蓄水量还是跌破五成 而且持续下滑 宝生水库蓄水量也仅有20.1% 德基水库日月潭水库也没受惠周六的封面雨室 蓄水量不升反降 增温水库3月6号就稍微解渴了0.01% 南华水库蓄水量仍不到50% 水情持续拉紧爆 12号13号以后呢 又因为另外一股的东北季风开始增强 又是北部东外部比较容易会下雨 而中南部地区呢 影响最小还是多云道庆的天气形态为主 东北季风降雨一波波 但偏偏没降在集水区 水库闹汗灾 想解渴 短时间恐怕问题难解 解冻不到 好 号 号 感谢观看